除了排名在第一位的癌症之外 國人的十大死因 還包括了心臟 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壓跟腎臟病等等 這些慢性疾病 很多都是跟肥胖有關 而醫生也表示 不少病人在體重獲得控制之後 病情也跟著明顯改善 這些例子充分顯示 肥胖對健康的嚴重威脅 根據衛生署的統計資料 國人年紀在十五歲以上 男性五成有過重和肥胖問題 女性也有三成多 不過隨著健康意識抬頭 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體重管理 很多人選擇以運動來控制體重 就是因為擔心肥胖影響健康 代謝科醫師表示 肥胖確實容易造成身體的負擔 除了身體關節因為沉重太重 容易病變 更會直接引發慢性病 在國人十大死因當中 過半的疾病像是心臟病 高血壓 腎臟病和糖尿病 都跟肥胖有關聯 醫師也提醒 雖然現在很多民眾會重視肥胖問題 但使用錯誤方法減重 像是少吃可能導致營養不良 但也不一定會變瘦 一定要均衡飲食保持運動 才能健康控制體重 避免慢性疾病上升 記者學家張國良台報導 大臣